台中市黎明商圈近来是发展迅速 像是餐厅住家林立 但是老旧自来水管使用了多年 这住户用水常常受到了影响 在市议员张耀中 还有立委张料万间的协调之下 自来水公司将会态唤 永春东七路 河南路四段等地的老旧管线 7月中旬会进场来施作 预计有2000多户的住户可以收回 它是水龙头水流缓缓流出一切正常 但台中市三河里的住户 因为自来水管使用多年过于老旧 用水常常受到影响 因为它水管比较小 容易爆裂以外 因为水管小出水量不够 所以每到那个电风时段 比如说黄昏要在煮饭的时候 它就一般的透天处 就比较高的楼层 它就水打不上去 那我们接受到很多的反应 黎明商圈近年来快速发展 餐厅住家林立 水管老旧高楼层的住户水压常常不足 在市议员张耀忠立委张料万间协调下 自来水公司将花费4800万元 泰换永春东七路大吨12街 河南路四段等地的老旧管线 将原本管进10公分的塑胶管 更换为30公分 具有延展性的铸铁管 我们泰换之后 大概4800万的工程费 那也是延续我们三错之前 争取到的预算 那现在一直做过来 那这次大概会有4800万 那大概会有2400500户的住户来受益 全段工程希望能够在八月底九月初完成 然后九月份会进行路面泡敷 然后恢复给这地区便利的顺畅的道路状况 工程将分两阶段进行 七月中旬进场时做第一阶段 预计八月底前完工 将有2000多户受贿 改善用水水值降低漏水率 是